林家棟簽給劉華十二年 連男主角鎮隨都未聞過 當然想走 但劉華就立即說開戲給他 最後點就困他 擔政換續約劉華老點林家棟 夾都沒這麼巧 不約滿都不出口留人 劉華拍風暴就實牙實齒話 給林家棟做男主角 連家棟自己都信到十足十 只要多謝江老闆和我和華仔 他很希望能夠降上一層 這個角色就覺得適合我做 就很希望下去做 那時候也是主角之一 所以條件就是 減肥吧 家棟在戲裡的確很搶眼 但說到賣浮力自然不是劉華對手 劉華有電影最終的剪片權 最後就是將自己剪回男主角 林家棟又繼續是綠葉 我和他還有默契 很多事情都 因為接下來包括其他的合作 都會還有 只不過就是 那時候我需要一些新鮮的衝擊更快 那什麼不做 是啦 是啦 Management完了 但其他方面還有合作 因為我接下來我都拍劇本給他 有時候他直接叫我去想劇本 所謂形式上的事情 但始終我們這麼多年 我們是沒有見到的 那個關係 Management在林山那邊 不用怕我 大家先看 家棟和劉華合作十二年 電影保持有得拍 獎項都有提名過 09年和2013年 就憑葉問和韓箭 獲得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但是做了這麼多年 他不是做劉華的好友就是下屬 不心淡就假啦